日南星三浦春马生前日记曝光,言语透露轻生想法,或是早有预谋。 近期日本男星三浦春马意外离世的消息引发众人热议。 作为日本居民艺人三浦春马的意外离世成为最近大家关注的主要话题。 据悉三浦春马当天是在自家被发现的,当时因为有工作安排的他无故缺席,工作人员去家里寻找时发现上吊自杀。 此举也引发网友猜测三浦春马的自杀动机或为抑郁症。 这本笔记本中留下的文字内容也能看出三浦春马流露出了轻生的念头,那么如此看来或许是早有预谋的。 三浦初马曾和刘诗诗合作过深夜前的五分钟,这部剧中两人的表现也很不错,也是少数与内地艺人合作的日本男星。 如今三浦春马已经离世,接下来做得唯有好好调查背后的原因。 虽然网上也有网友认为是阴谋论,但是从这本留下的日记来看应该是自杀的可能性更大。 看完三浦春马的生前日记留言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呢?